时间来到9点45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那么指数目前可以看到是上扬89点 今天的问题还是在于电子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够强势 因为今天的一个航运股现在资金又冲上来了 而且可以看到航运现在是占比是来到41% 反来早盘还只有大概在30左右 但现在直接又来拉升 所以大家看航运现在是强弹还是弱弹呢 钢铁是不是也有机会 同时我们看到罩子在这里表现也不错 电动车当然在这里看起来有慢慢开始做一些表现了 包括8255的蓬城 目前买单有来做推升 那么蓬城的部分今天那个股价也慢慢的有来做一些攻击 同时也来做一个留意 好怎么样来做目前一个盘面上的一个关注 我们先进我们先邀请我们专业的分析师范正宏老师 正宏老师早安 一天早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老师大家在看这个航运 看的真的是像昨天 三档最后是变成绿灯侠嘛 但是今天看起来又好像卷土冲了 而且早盘本来看起来好像电子有点要出头了 可是你看现在又拉到 航运的成交比重又适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航运股我们该怎么看 因为这卡在说大家要不要进去接嘛 好那这部分说真的 这是我早上才形容说这个钢铁航运呢 就是昨天就像变得新的女朋友才变新 今天又回来 是啊这个让大家觉得怎么会这样 而且早盘看起来电子是蛮有诚意的 但是好像还是接不起来 所以就变成说你现在就变成说 他现在就变成是一个所谓叫做 人家说情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情绪不稳定 对就像你说像四维行好了 昨天跌停今天开跌停 然后现在那个一开嘛 现在又拉到平盘 那你说你现在去追买嘛 好搞不好下盘刚好开在涨停 然后你就买在涨停 然后在下一盘搞不好又平盘 然后尾盘又说跌停 所以就变成说 转线你去操作这种股票 变成说你完全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好像因为他现在已经属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的话 你现在在那边去做一个积极的布局 基本上是比较危险的 就像之前跟你说 这那时候不是连续在大涨的时候 跟你说你要追你就是一定要收好风险 但是说基本上我不建议你追假 那像其实昨天其实就有一些灾情嘛 就是也就是说 我昨天那个 长中阳明望海前天才追在高点 然后昨天就跌停 然后该怎么办 所以说行运又下山了什么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说短线呢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的话 说真的如果你手上已经没有的话 我觉得就是先看戏就好 因为目前来说 以指标股 我们看指标股 四卫行跟正德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波涨比较多的 他们都已经进入分盘交易了 那你就观察一下他分盘交易过程 可不可以把它让价格先稳定下来 因为你没有稳定之前你进去基本上都是风险都比较大的 那像长农阳明望海其实也是一样状况 像目前长农阳明也是被分盘 那现在这种望海是正常交易的 所以我觉得短线也一样 我就觉得观察他们整理之后 我觉得再来看会比较好 因为短线说真的 你也不知道就是他到底明天会不会又变新 所以是比较麻烦 像钢铁也是一样 钢铁昨天指标股这个涨最多的 应该最近的最强势的那个威姿跟海光 昨天是涨停 开高之后打到跌停 然后今天两档又涨停 然后很多钢铁股也是一样 昨天都大跌 但今天又强劲的反弹 所以短线来说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好判断 那我觉得说投资人这边你说 与其不如一绞尽脑子说到底要不要接也不要买 不如说多看戏其实不会不好 那就像电子一样 电子可能还好一点 因为它毕竟算是说最近算是 你说大涨大跌 好像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严重 但是也算是不好操作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我也只有跟大家讲 那个多空头加速比例这个占比的部分 其实最近是蛮有趣的现象 就看到大盘 大盘是从那个月线弹上来 可是空头加速 基本上是有在增加的一个状态 所以等于说短线的大盘 这个多主流状况没有发生 因为其实本来昨天电子转强 那大家就期待今天 我其实我自己排行稿昨天是写了 说今天观察重点在于电子能不能去强 走出延续性 那最近才有可能有办法 真的有效的从航运钢铁这些转移到这个电子身上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以电子指数来讲 如果说可以看一下看电子指数 大家发现说其实昨天大涨只是站回全均线 它并没有突破短线的一个整理的高低点 比如说电子整理高点是在6月18号的高点 837.39 那目前都没突破 就代表说短线来说 它都还不算是正式的表态 就还有继续现在去做一个震荡整理的可能 那当然以大盘来讲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17438 对不对 已经有过了6月18号这个17417 那所以等于说今天 等于说短线是有一个小突破的状态 那就要观察量了 那如果说你要有一个有效突破量 至少要大于最近的成交量 那最近成交量最大大概是在6月16号的5800亿 好那我们不要那么多 5500亿就好不好 但是问题是今天的估量又只有4800亿 目前的估量 所以等于说 接下来盘势都还有可能还要再震荡 我就觉得说大家最近操作可能是要留一点 的确短线会有一些个股表现的不错 但是就是会比较有延续性 但是呢整体来说 我觉得目前的选股的 应该说整体来说选股的胜率 跟操作的难度都是比较高的 嗯好那当然在这边 那我们看一下电子股 老师我们刚刚有讲到的电子 昨天我们去追这个追踪PCB嘛 然后散热 然后现在今天看到记忆体 因为今天记忆体是蛮旺的 包括像旺宏啊 还有华邦店 有讲到说价格 还有今年记忆体的试况很热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稍稍可以比较稳定一点 然后可以来做一些观察呢 好那记忆体本身是今年下半年 我比较期待的族群之一啦 哦是 对因为今年整个就是地院持续的 供需的失衡的状况 就是供给是小于需求的 那当然说这个等于说下半年的涨价相关趋势 其实表现基本上就比较正向 那当然说以目前第二季 最近的报价来讲是比较偏持 甚至现货价还有下跌的状态 那基本上进入第三季第四季 目前市场的展望看起来是 就是要不涨很难啦 就是所以等于说下半年的 这个报价上涨趋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不只是在这个伺服器的部分 像5G相关的需求 机器材相关建置 其实需求量都是比以前大 那只是说最近稍微一个杂音 就是说就是之前这个手机 那个中国大陆那个手机的部分 那个初有下修嘛 是有稍微影响到这个 全球这个低任的那个需求 是有下调的 不过基本上还是下半年 还是需求是大于攻击 所以目前价格看起来是持续是往上走 那当然说这是低任部分 那你说像华邦店 望宏是比较偏向的Northwish 那Northwish目前也是 之前也有试之说 也是要持续涨价到年底的这个消息 那当然说短线技术面 最近都还算是在整理 还没有正式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族群 是可以持续去做流域观察 那当然除了华邦店 望宏以外 那个摩租厂的部分 大概就是威刚啊 石犬 然后还有一档叫点序 这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 就是这一档 这几档是目前看起来是 技术面是比较强势的 那只是说点序 那个6485的点序 目前是在分盘交易之中 是好 那这是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郑宏老师帮我们特别抓出来的 记忆体族群哦 我们谢谢我们的郑宏老师